哇哇哇 非常非常美的 然后它里面图丝超厚 超厚实 这么厚 超厚实 嗨大家好 今天视频内容呢 就是我的八月爱用品分享 现在分享一个不算太晚吧 然后这次都剪蛮多的 有护肤彩妆 还有零食 还算是蛮多的 嗯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从彩妆部分开始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Addiction的这个液体腮红 大哥对焦了没 大狗 就是这两个液体腮红 一个偏橘粉色 一个偏玫瑰豆沙色 一个是12号 一个是14号 其实液体腮红它已经流行蛮久了 不过我一直就没有那个兴趣去尝试 然后这一次入了就很喜欢 首先呢我是喜欢它的颜色 这个呢就是比较偏那种 活力少女一点那种 它其实有一点点点偏色 就是那种粉偏一点点金的感觉吧 给大家上比试色 大家可以看它质地非常的水 超级容易推开 完全不粘粘 推开之后呢它颜色就这样 非常美 大家没有看到它里面有金闪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14这个色号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画那个妆容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 这个14号呢就会比12号又更加的致性温柔一点 其实我觉得它比一般的粉状腮红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颜色会更加的自然 没有那种粉感 其实操作难度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当然它的一个操作步骤呢 还是跟腮红膏是一样的 就是在你上完底妆 然后再用它 接着再进行定妆 这个偏豆沙粉的14号会更推荐冷白皮 像这个颜色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调皮肤 OK 喜欢 接下来呢就是底妆 但我应该先说这个的啊 但是没关系 我8月爱用的底妆呢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兰蔻的持妆粉的 也还有亚诗兰带的double wear 但是我这一次打算说的是兰蔻的这一款 首先呢它们俩都是 持妆效果很好的底妆产品 但是因为它是油皮轻妈妈 但其实对于它是有选择 有局限性比较适合混油以及油皮 然后它呢主打是干皮轻妈 但是我作为一个混油混合机 也很喜欢它 所以我这一次呢会来说它 首先我喜欢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它的妆效 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持妆力度 我今天呢 脸上用的就是这个持妆粉底液 但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它第一个上眼 它的一个妆效就是比较自然 比较中规中矩的那么一个妆效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点瑕疵 因为这一次上体妆我没有用遮瑕 但其实它的遮瑕也不属于特别特别强 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轻微的一些痘印还是看得到的 但是这是涂一层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还是OK的 然后它呢一个持妆力度也是很不错 基本上可以维持到七到八个小时 而且是那种越久你的肌肤状态 看起来会越好的那种 它的话基本上用一蹦就可以了 然后它呢就是不会浮 完全不会浮粉 我手里还有一瓶就是这个 蓝蔻的薄纱粉底液 它们这两瓶呢我个人会更喜欢 持妆粉底液 因为很多人用蓝蔻说浮粉浮得很厉害 其实我有遇到过这个现象 但是我有想好这是什么原因 首先用蓝蔻薄纱这一款呢 一定只能用一蹦不能多亮 然后呢就是用真实的美妆蛋 来使用 就不容易有浮粉斑膜的现象 持妆呢就不会 就是你上第一层 假如你觉得遮瑕度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多次叠加来提高它的一个遮瑕度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多次叠加 大概两层差不多就OK了 其实我手里的这个色号叫P01 它的一个色号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偏粉的 但是我本身的肌肤是那种黄调偏粉 所以这个色号给我是OK的 首先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好了 因为它一个流动性还是不错的 然后推开 它也看到一个遮瑕力是属于中等 好像整体对肌肤的一个服帖度也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天 假如我没有遇到下一个真爱之前 我应该会一直用它 然后double wear呢也是现在也会 反正就是这两款就是一直轮着用 接下来呢就是口红片超美 超美的口红 是不是很浮夸 但是就是很美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 这支Chanel的唇釉 亚光唇釉196 它呢就是一支非常非常美的 玫瑰豆沙色 又是玫瑰豆沙色 反正就是超好看 首先它那个瓶身就是一个磨砂质感的一个瓶身 非常好看 哇哇哇超级美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秋冬的感觉 我现在嘴巴上呢就是这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妆没有很好看 所以前面我露丝品的心情真的是很好 但是打开了这支唇釉 我的心情有点好了 就它的颜色非常喜欢 然后它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 上色非常均匀不会斑驳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哑光丝绒之地 然后上唇呢也是这种哑光状态 但是不会很干 那假如你是非常敬意干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它干 但是我这种接受能力很强的话 完全不觉得它干 就是很舒服 唇釉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总之各方面我都很喜欢 主要就是贵在它的颜色上面 包吹很温柔 还有就是很支撑的感觉 不挑年纪 也不怎么挑肤色 就是黄皮也能hold住的这种豆沙色 好了 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就是 max这个棒棒糖唇釉 这支唇釉呢也在前一阵子的那个妆容 有跟大家分享了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主要它颜色也非常秋冬 它这个整个系列棒棒糖的一个质地 我很喜欢 就是很轻盈水润的那种 就是一个很美的浆果色 巨线白 我跟你说巨线白 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 它整个一个质地应该也属于那种染唇衣和唇用之间那种 会比一般的唇药要更加的水一点 然后它的一个染色程度呢 属于中的时装力度也还不错 时唇力度也还不错 它这个颜色就非常好看 就很秋冬啊 也非常显白 完全不调肤色 就是黄皮用了之后也能更衬肤色 感觉会更亮一点 然后它呢就是 用完之后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再沉抹就会形成那种玻璃唇 会更加的好看 就是那种唇唇又性感的感觉 好了 那么彩妆就下线了 接下来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属不属于彩妆部分 它呢就是一个睫毛增长液 它的牌子叫做instant infect 就是这个就是我之前在香港那个老豪房 一个小众品牌店 他们店里买的一个睫毛增长液 它呢一个及时性效果非常好 它的一个主打就是当下及时的一个效果 它官方说明就是你用完之后 它的睫毛长度呢在几分钟之内长多少多少 浓密多少多少 就是一个我当时看来觉得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宣传的 呃官方标语嘛 但是我用了啊 自己用了有感觉是真的有效 但是个人感觉它对浓密是有效 但是对线长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就是你用完刷完它之后 你的一个睫毛的厚度会立刻变粗 就是你的睫毛存在感比较强 比较适合那种睫毛比较细软的那种 就是使用步骤是在你涂睫毛膏之前 基本上前两三分钟先用它 只说就是假如你长期使用的话 你的睫毛就能一直保持那种状态 但是由于我我我就是属于那种 想起来就用一下的人 所以我没有长期坚持使用 所以假如等我哪一天能坚持使用下来的话 也可以把它的一个 真的能让你睫毛变长的一个效果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觉得它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效的 然后它的一个价格是 三百三人民币 还有一个裁妆就是这个 庞氏的卸妆油 这个的话就是前两一代看到 我们给它写了一篇公众号 这是品牌方赞助的 其实说到这个挺惭愧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首先它第一次来找我们的时候 被我们拒绝了 就是我使用都没有使用它 我就拒绝跟它合作 因为它想让我给它写一篇公众号 因为我从来我们俩 从来不可能是专门给一个产品 写一篇公众号 除了我们俩的思想部分 就是我们俩在公众号写了两篇 那个是我们的真爱我们才写的 就是你品牌方 你让我帮你写一篇 我就觉得不可能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提出这个要求 我们马上就拒绝了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它还是想让我们尝试一下 不要太快去否认这个产品 到先给我们寄来 让我们试用 假如看这个效果 到底自己要你喜不喜欢 你不喜欢 咱们再不合作也没关系 你喜欢的话 你再决定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我们俩就收到了 然后大概也用了十几天 大概用了这么多 每一天都在用 然后真的是产品打动了我们 我们才决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当然肯定不是广告 不过我觉得 这个品牌是挺幸福的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它 是我8月的爱用卸妆之一 首先它的性价比极高 50多块钱 庞氏他们家的东西 最长的性价比非常高 他们家洗面的S&F呢 都是口碑比较好的产品 同样我觉得它这款卸妆油 也是非常好 首先它的一个质地 虽然说它是油 但是它上脸的效果不会 非常油 但也不属于特别清爽 就属于中规中矩的那种 就是它上脸之后一个乳化的效果非常快 每一次我用它呢 基本上挤一两包 然后进行全脸的按摩 按摩之后呢 我会加水继续按摩 第二次你加水继续按摩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嘛 就是脸上那些白白的 应该是粉底液被融化的那种残留吧 反正你们就能看到脸上的一些残字就会出来 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成分非常好 里面都是天然植物油成分 不含矿物油 所以完全不会堵塞毛孔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植物油 啊不对不对不对 但是还要跟大家说 假如你用卸妆油的话 乳化非常重要 无论是你用哪一款卸妆油 都要在脸上充分的按摩乳化 否则的话 任何一款卸妆油 你乳化不到位都有可能闷痘 它那个卸妆力度啊 还有它的一个使用感受 以及它的性价比成分 我觉得都是它是值得我在此 就是我非常 就是我非 就是我非 就是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成为我的爱用品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The Ordinary的水羊酸精华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Vlog 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对我的闭口非常有效 首先水羊酸 大家应该不太陌生了 它就是斗鸡的一个救星 主要的功效就是 去除老化的角质啊 梳头毛孔等等 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闭口水超级有效 其实之前我有使用过 其他水羊酸的产品 就是那个法国珍贵水 但是珍贵水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效果 它才是我的真爱 像我用它两天之后 我的闭口基本上全都消下去 就是效果非常的快 也非常好 所以它的质地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黏的 但是很快就会被吸收 然后整体呢也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非常非常好吸收 然后用它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截面之后 第一步使用它 当然它不需要全脸去涂 就是你哪里闭口比较严重 你就着重去涂哪里就可以了 像我就是早晚都会使用 它的一个性价比也很高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当然我已经有一些粉丝 已经有上次Vlog没有分享嘛 已经有些人去买 然后使用 也有向我道谢的 但也有对我提出疑问的 就是他们用的时候会暴斗 对于每个人肤质不一样 每个人感受会不一样 就像我使用水洋酸 使用那个珍贵水 没有效果 但是对其他人有效果的 原因和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要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月幕之缘的 灵芝系列 就是它的话 就是我前一阵子 也在微博推广 图文推广 有跟大家分享过 不过这个 今天是我这个月 肌肤维稳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利器吧 因为前阵子大家知道 我烂脸很严重啊 就是蹦蹦蹦蹦 抱了很多痘痘 但是现在肌肤状态还算稳定 他们家主打 之前主打是菌污水嘛 我现在手里这一瓶就是灵芝水 他们这些什么有所不同呢 就是它应该是 菌污水的一个升级版本 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 基地灵芝的一些成分 像他们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维稳啊 镇静肌肤啊 抗菌消炎 去痘痘去闭口等等 但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维稳 所以说他们说 对有些人的闭口比较有效果 但是因为我之前用了的 Ordinary 所以它的一个去闭口效果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觉得 假如闭口非常严重 可能用 光用它是不够的 我觉得它来维持 肌肤的一个正经 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它打开来呢 有些人觉得它味道很臭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安心的感觉啊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些 草本植物的味道 是灵芝的味道吗 反正我觉得用起来还是 这个味道还是挺让我安心的 然后它里面就是 很基础的水状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哎呦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很不同的这种水状 像每次我用完那个精华的 那个Ordinary涂完之后 它差不多吸收完之后 我就会用化妆棉 然后再用这个水 进行全脸的擦拭 之后呢再搭配这个 好底子精华 也是运用之源的 这个精华乳液 像它的话也是 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 基本上像现在天气 比较热一点的话 我都不会用面霜了 直接用完这个精华 就可以睡觉了 它主要是一个 白色的一个液体 推开也是非常好吸收的 它一个滋润度 效果还不错 就是你刚用完之后 脸上会有一种 就是脸上会有一种 那种黏黏的感觉 但是马上就会被吸收 当然这款精华 也是有同款味道 就是那种草本的味道 不臭 我觉得蛮好闻啊 挺好闻啊 总的来说就是 这这样的东西 让我最近的皮肤状态 好了很多 好了 这一次的 8月安红品分享就到这了 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参考 当然我觉得我之后的分享 类型视频会很多 嗯 在这里呢 就提醒大家要管好自己的钱 不要理性 种草 购物不要浪费钱 哦对了 还有最后一句 假如你喜欢的话 千万别忘了为我做做点赞好吗 拜拜 不对 还没录完呢 还有一个吃的 忘记给你录了 就是这个 我有在小号分享过 就是爸爸堂的一个吐司 这个吐司 超级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吐司 首先它那个包装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里面吐司超厚 超厚实 我都装了快要 我都准备卸妆了 我突然想起 还有东西没有分享 它就是一个奶香 非常浓郁 然后口感很扎实 很厚实 就是吃了会上瘾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 它真的是 很松软 这么厚 超好吃 然后我推荐买的是 招牌原味 然后还有招牌奶酥 菠萝奶酥都很好吃 然后粉丝说 那个芝士味的也非常好吃 推荐大家买 就除了有点不小贵 一袋三十多块钱 三十多块钱 三十五块钱 反正就是等于几块钱一块 就是蛮贵的 但是贵 不是它的错 是我的错 男嘉宾那标价呢 它就是非常的好吃 嗯 对